那就是我剛來台灣到現在一直發生的一個問題 因為台灣的喝酒遊戲一定要玩這個嘛 喔 西巴拉 這個骰子 你們講的時候 我就 哇靠 你們怎麼罵人 因為西巴拉 西巴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我真的嚇到了 因為台灣人想要玩這個遊戲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們說拿一個骰子然後拿一個碗過來嘛 然後丟的時候一直說西巴拉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是不是他在啟示我 他以為我聽不懂 然後他一直用韓文罵我 因為西巴拉的韓文是就是 西巴拉的意思 喔 西巴拉的意思 他是指一個人罵人的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 哇好奇怪喔 然後我最近也在做工作嘛 然後有一堆韓國人來 然後我就假裝要騙他們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知道他們的反應如何 然後我就第一個開口嘛 因為那個韓國人都比我大 然後我就最小的 然後我就故意跟他們玩 這是一個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遊戲 我跟你玩 然後我就丟了 然後我就看他西巴拉這樣 然後那個人 幹 超生氣的 不好意思 他真的很生氣 他說 欸 你罵我 我是長輩耶 我就跟他說 不是啊 這不是罵人 這是台灣的遊戲 你只是趁機在罵他 對 趁機在罵他 因為他平常很攻擊我 所以我要趁機罵他 然後 因為就是那個嘛 越大聲越有運氣嘛 對 所以要盡量大聲一點 但是在韓國就不要玩這個遊戲 那韓國朋友如果工作壓力很大 非來台灣可以盡量的罵 西巴拉 西巴拉 天亮 所以說 這位韓國朋友你還沒拿骰子耶 那我覺得中文有時候已經很難了 更不要講說有時候有一些流行語 在流行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聽不懂 對 對 因為有時候說什麼 有沒有尬聊 尬聊 想說尬聊是什麼意思 尬聊 尬聊 尬的聊天 這種年輕時下用語 對你們來說應該更聽不懂了吧 我們會很頭痛耶 你知道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記得 我在美國讀一年中文 再來這邊 然後這邊 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我記得那時候 中文算是還滿OK啊 可以溝通啦 可以交朋友 我記得交一個台灣的女生朋友 然後這個女生很 很 勇敢很兇狠 又很霸氣的一個女生 就是 有一點點流氓的感覺嘛 就是你會有那個感覺 然後 就很強勢嘛 然後我記得 他約我去一個酒吧 跟他幾個朋友見面喝酒 我走到那邊去的時候 他好像是 你有點遲到了 沒有關係 我們先 我們現在 要大家一起去打小黃 我說打小黃 對啊我們要去東去打小黃 而且長得很霸氣 我們要去東去打小黃啊 我說打小黃耶 然後就拉我的走走走 我想說 天啊 我在台灣不到一年 我就一定要去老郎耶 我要去打人 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超害怕 結果他說 不是打人啦 是去打計程車 搭車啦 對 打滴的意思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很多台灣人說打小黃 還有另外一個 我也需要花一點時間 才看得懂的 在跟台灣朋友聊天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這個虛擬人物 她的名字叫 葉佩文 而且那時候我真的 花了很長的時間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家派對 HANG OUT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坐在我的旁邊 她就問我 你有沒有看我昨天發的葉佩文 然後我說我沒有看到 因為她剛好是我之前上 另外一個節目認識 她是負責發通告的女生 我說你那天沒有教我去上節目 所以我沒有看到你發的葉佩文 然後她就說 她還是繼續問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照片 然後後來她就坐在我旁邊 把那個照片拿給我看 然後她問我那個照片好不好看 我說 這個是我昨天發的葉佩文 我說 這個明明就是你 哪裡來的葉佩文 而且我還一直以為 葉佩文可能是一個 我還不認識的一個台灣藝人 上網搜尋 葉佩文到底是誰 經過她一番解釋之後 我才知道 她說的是這個葉佩文 對 不是這個葉佩文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那個葉佩文 對啊 好妙喔 她好像是打字的時候 她會自己 跑出自動的 對 然後人家可能懶得改 就直接變成 而且我小學真的有同學叫佩文 然後只是姓葉而已 我就覺得台灣好像 我為什麼 這個人是政治人物嗎 還是藝人 這麼紅 葉佩文 有時候跳字就是這樣 對 會跳字 自動選擇 有一次在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她就說她的那個 她最近失業 是 就是她最近沒有在工作 我說好久不見 那妳最近在幹嘛 她就說帶葉宗 我說葉宗是誰 我以為她帶 她帶藝人叫葉宗 帶葉宗 這麼好笑 沒有啦 她在帶葉宗 帶葉宗 Fanny 我搬到台灣的時候 只有住過幾個月而已 所以很多台灣的誠意我還不懂 然後我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台北人 然後她說 噢 我的閃光住在江華 然後我以為 哇 閃光 是不是一個很 是一個特別的名字 是不是一個狗狗的名字吧 所以我一直以為她 她有一個閃光 就是住在江華 然後有一天她說 欸 我的閃光會過來台北 然後我就 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狗狗 就終於可以看到狗狗 後來她說 啊 來我家 帶妳的男朋友一起 我們可以吃一個晚餐 然後可以認識我的閃光 然後到她家 然後發現都沒有狗 但是有一個很美麗的女生 發現那時候就是 閃光的意思就是 女朋友 男朋友的意思 哦 有嗎 有這樣子講 可是女朋友不是女生嗎 不是放閃嗎 是男生的朋友 男生 放閃 我們可以有男生朋友 我還沒有聽過這個 我也沒有聽過 我還以為是閃光燈 好怪 我還沒有聽過 所以是很閃的意思就對了 閃 像是吧 我是就是這個節目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情況 那有時候就是說我們聊到 你幹嘛忽然壓低音量 有嗎 有耶 就是我們通常就是我們聊天 然後就是聊到比較色情的東西 小亮跟美姿Cue說 問一下那個我們的老司機 我心裡想說老司機 現在同啊 但是那個時候的老司機 我的司機是我親戚人小P 然後是老司機 頂多說我是老GG 我也不知道 對啊 我想說到底 還是你是閃光燈 誰關係 對啊 所以啊 那時候 我老師就 我真的一開始聽不懂 那後來我發現這個是 比較熟悉很厲害的意思 對不對 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耶 就是說 老司機才會帶你鑽巷子裡啊 對啊 老司機啊 對啊 去無料 夢多短 老司機 你繼續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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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繼續寫啊 什麼夢多短檔小GG 你繼續寫啊 我會告你們 電腦砸了夢多 趕快 我會告你們囉 把電腦砸了 夢多想說 我明明就是夢多 夢多 你確定告得慘嗎 好像告不慘 好像是40 沒有 就是我 因為我自己是 我是姑姑也是阿姨嘛 就是有很多那個職子 職女 我有一天跟他們聊天 我們出去玩 然後經過那個 玩具返走城 然後比如說他們要買玩具什麼 然後我就說 因為你知道小孩買玩具 就拖很久 我說我們先去吃飯 吃完飯我們出來再買好不好 然後呢 小朋友就拉著我說 但姑姑你不要旋轉我 不要旋轉我 我說我 我 我 我要旋轉你 現在是這樣跳舞嗎 要旋轉 他說姑姑你不要旋轉我 不可以旋轉我 這樣 我說什麼意思啊 後來他才說 姑姑你很笨耶 你不知道嗎 我說我不知道 你們猜旋轉我是什麼意思 旋轉 我猜 拒絕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不要唬爛我 有一點點沒有完整 不要唬爛我 對 不要唬爛我 就是你不要推脫 你不要騙我 你不要等一下沒有買玩具 就你不要旋轉我 為什麼猜得出來你知道嗎 蔡依林唱過啊 旋轉跳躍就閉上眼了 這就是唬爛她 然後像我 我之前住澳洲 然後其實我身邊有澳洲的朋友 我在學中文 然後那時候他就來台灣玩 然後呢 我就帶他去逛街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在講電話 講一講說 蛤 什麼太扯吧 傻眼貓咪耶 太誇張了 真的傻眼貓咪我就一直講 然後我那個女生朋友就想說 傻眼貓咪 貓咪會傻眼嗎 傻眼貓咪是什麼嗎 對啊 傻眼貓咪 好可愛 是說人家很傻眼嗎 然後呢 為什麼有貓咪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還以為他是一個 ICON 有點像 蜘蛛俠 蝙蝠俠 然後是一個傻眼貓咪 一個卡通人物 一個卡通人物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解釋說 就是台灣人 當很SHOCK 很SHOCK的時候就會說 傻眼貓咪 就跟黑人問號一樣 就是連貓咪都傻眼了 人更傻眼 無顏薯條 對 無顏薯條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是貓咪 不能傻眼狗狗 就不可愛啊 然後就一直問我 不能傻眼兔子 一定要傻眼貓咪 因為貓咪眼睛比較大是不是 我就想說我解釋不出來 我就說就是叫台灣 有很多的貓咪 就是聞一些臭味的時候 牠會這樣 對 這樣 因為你要看到貓的嘴巴打開很難嘛 然後他們撒眼貓咪就是那個表情 應該是這樣 台灣那個網路上有一些很奇怪的用語 像我最近跟人家在臉書上聊天 然後留言說 就講某一個人的笑話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打這幾個字 母湯喔 然後覺得 應該是 就是留錯言的吧 應該在講他要吃什麼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欸你 我們沒有在聊吃的啊 你是不是傳錯了 然後後來 都不告訴我是什麼意思 母湯你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沒關係這樣子 母湯喔 不是 不要講 講母鴨 我以為是媽媽煮的湯 不是啦 講母鴨 對 所以我後來去查這幾個字 因為都不告訴我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查到了那個影片 因為應該是從影片來的吧 真的母湯喔 台語 其實這個台語很久了啦 母湯不可以這樣啦 母湯啦 母湯是台語 只是最近才有人把它打出來 叫做母湯 對 所以那個是什麼意思 不可以 不可以 台語 台語的不可以 不要走歹路這樣 不要走壞的路這樣 對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獎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